加息宏观环境下,银行板块是否还值得持有? 大家好,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,我是处理分析师Niko胡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银行板块的股票,联邦银行。 澳联储宣布加息,那么势必会影响银行业的未来股价走势,究竟银行板块的股票是否值得持有呢?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银行业。 银行业是指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,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。 在澳大利亚银行业的市场份额其中度高,四个最大的参与者像联邦银行、国民银行、澳新银行以及西太平洋银行,占据了行业收入的70%以上。 然后我们来说回今天的主角,联邦银行CBA。 这只股票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。 它的主营业务包括零售、公司及机构银行业务、股票投资、基金际服务。 那么从财报上来看,CBA从2019年至2021年的收入是成小幅下降的趋势,而2022年经济收温销售额得到增长。 虽然上位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,但是由此可以看出CBA的盈利能力是正在恢复且稳步增长的。 那么上周三CBA公布了2023财年半年报,从2022年7月1日至12月31日,CBA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36亿澳元,同比增长了12%,所以经营业绩是处于强劲的一个势头。 关于澳联储的加息政策是怎么影响CBA的股价的呢? 首先一方面,在未来澳联储加息环境下,CBA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上升,但其融资成本并不会随着加息政策的颁布而加快上升速度。 所以说,CBA未来仍然可以通过这利息差来赢得更多的业务收入,以及赚取更多利润,从而不断提高自贞的市场份额。 同时根据CBA2023财年半年报显示,CBA的ROE为14.1%,同比增长了80个基点。 也可以看出CBA仍然是在维持着一个稳健的态势,权益投资长期风险也比较低。 那么在CBA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和多元收入化来源的双重作用力下,加上最近的宏观环境加息影响,CBA依旧可以实现它良好的收益率。 当然这也可以从它最近的股价走势图来印证,因为CBA的股价最近一个月是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,那么长期来看,持有CBA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那以上就是关于CBA的股价分析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加关注。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。